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 我们再说一下中国的基建输出啊 中国的基建输出啊 很多人都看到了说 中国做基础建设 有巨大的优势 一个方面呢 我们有非常多的工程师的队伍 另外一方面呢 与基建相关的这些材料产业 中国很厉害 不光呢 是钢铁 你看中国的钢铁呢 差不多占世界钢铁 产业产业的一半 是这么样的状态啊 然后呢 严基建还有关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水泥 中国的水泥实际上呢 你要注意一下 你别小看啊 南海田的那几个岛 南海田的几个岛用的水泥 可是美国两年的全国产量呢 中国的水泥实际上在世界啊 是人家价格的几分之一 而且呢 产量啊 也是在全球 读书一致 比其他国家呢 也是多了几十倍 那种概念 是这么个状态 所以中国的输出嘛 就是说起来呢 输出的拳头产品 就是高铁 而且高铁呢 第一个嘛 从那个亚万高铁 印尼的 也开始调试了 但调试了以后 我们看呢 印尼还跟中国 高价勒索呢 中国DC在带给他多少亿美元 好像就是说 咱们那些高铁出去啊 都是要 建卖 都是要送 都是求着人家做 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我们也先看看呢 相关的报道 据啊 有关媒体的报道呢 中国在海外的首次的建设项目呢 被设关注 全线的出网送电工程 也完了连条连试也即将结束 但印尼政府啊 突然却叫停了 那亚万高铁项目的商业运营 并要求中国呢 以更低的利率额外借给印尼啊 5.6亿美元 然后这一个举动呢 也引起了各方的猜测 亚万高铁 其实对印尼来讲呢 是重要性不延而喻 全长呢 142.3公里 预计呢 将大大缩短两地的时间 坚强中国的建设方 其实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从这个过程来看了以后啊 我们应该这么讲 我们对于当年的高铁走出去 好多事呢 是要有修订的 其实在当年呢 我们一直在说 中国的高铁的输出就应该是高价 应该跟国际上相比 而这个事在当年呢 有关人嘛 也有话说 为了政绩呀 为了什么的 都去推广高铁呢 好像走出去就是成功了 全都是低价啊 一说起来 中国的高铁成本比日本便宜好多 就算便宜好多呢 人家还给你提了好多附加的 这样那样的条件 而且你把这个高铁修好了以后 是什么 还是培养你的竞争对手 你像东南亚这些国家呢 它的基建做好了以后 它就希望呢 把中国的很多产业 承接到他们那去 包括美国呢也在希望中国的产业链往那边转移 往那边转移 真正的瓶颈的难度在哪呢 那些国家的基础建设不行 然后呢 你中国在给它廉价的修基础建设 你这事干嘛呢 所以对于这个高铁以后啊 我们一贯的观点是什么 就不能再建卖了 你一定要跪卖 你这个出去的话呢 就算有多少利润 对不起 中国你要是要出口的话 我又就是要有多少的关税 多少的税 你给我交上来 哪怕呢 我说我一带一路啊 我支持某些国家 你给它建高铁 也是贵贵的 你这多少钱的税先交上来 我们国家再可以 对于友好国家 再以援助的形式给它嘛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援助啊 好多人老说你对外援助多少钱 对外援助其实是有故事的 否则的话 你这个高铁这么便宜的卖给人家了 你才吃亏呢 而且中国的高铁啊 能做成这样 它是有资源的 你像日本这些什么 它也叫高铁 它的新日铁 它们都是跑200多公里 中国能跑300公里 为什么跑300公里 其实有关节目我也说了 我们去了包钢 就才知道啊 原来中国的铁轨特殊 铁轨那个钢材里含稀土的 实际上是用含稀土的铁矿 直接冶炼出来的 你要是说啊 它那个铁矿不含稀土的 你要直接往里加稀土 它的成本它受不了 知道吧 所以中国的高铁的铁轨 就三个地方产 一个的潘之花 产什么大家知道 一个呢 是包钢 还一个呢 成德凡钛 现在成德凡钛属于安钢了啊 它就是要有相关的 稀土啊和钛啊 什么的这些特殊的元素你才能做 像这样的话都是资源 你怎么能便宜卖呢 你在中国的话 现在实际上是什么 当年呢铁路工资 铁道部长比较强势 都给压成了一个白菜价 为了中国能上高铁 但世界呢 卖给世界的话 一定是不能这么便宜 而且你现在是 这么便宜的建卖了 人家还提各种理由 像这个亚万高铁啊 最好是国家结果来来谈判 这件事 不是说在给印尼多少钱的问题 最好它有点问题 咱们不给它通了 你再怎么着 你严格按照合同 合同稍有点问题 我还找它毛病呢 找毛病我不跟它通 你晚点通 对中国没什么坏处 你想找通 你来求着中国人吧 不是说你中国人还求着它 然后它还能再三再四的提一些无理要求 所以现在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的很多这些企业 各自为战 而且呢 各自都是为了这些企业的小集团利益 所以你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该怎么办 那就是在关税啊 在什么啊 这些地方呢 对于这些高技术出口啊 你要加税嘛 要加限制 你像高铁出去的话 那应该也算高技术出口啊 高技术出口 中国现在有相关的法律 要管对吧 那也都是拜美国所赐嘛 当时美国要搞这个TikTok的时候 中国呢 出台了相关的法律 对吧 所以高技术出口啊 等等等等啊 你这个有关方面 你想要在中国这得便宜 那给中国了什么便宜啊 你给了什么对价啊 是这么个状态 尤其是在出口这种基建方面 让这些世界这些国家啊 没有对价的 廉价的把基建建起来 然后再跟中国竞争 你从宏观上和长期利益上 中国都是吃亏的 所以这个事呢 在吃亏了状态下 人家得了便宜还卖乖 还提各种要求 那中国啊 那不是正好借泼下驴 不给他了吗 对吧 你真不给他了 他就知道 该怎么样子跟中国说话 该怎么样子乖一点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谢谢收看本期话题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